关于卓茨亚石碑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石碑 它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谁 什么克里斯 迪安 胡说八道 谁见过他没见过他 当地就有家公司 给他建好 当地政府还允许他安在那去 还安得那么准 现在你找个地方 你安安试试去 你在美国 你找个地方立刻这碑试试 说要把人类增加100亿 别说变成35亿 增加100亿 或者变成70亿 或者你说这个疫苗病毒 纪念病毒疫苗 对人类的祸害的碑 你立立试试去 立马把你抓起来 他为什么就能在那呢 来无影 他这回消失的时候 也叫去无中 谁炸的 不知道 哎呀没人破案 然后就政府来就给他拆了 我才这真是夸张案 他的核心是 来的时候无影 去的时候无中 而且关系到人类上所谓的生死 而又下逢人类遇到了 共产党病毒 全球75亿人 百分之七八十人打了疫苗 唯有一个群体 叫新中国联邦 我相信我们新中国联邦 影响到的人 大概在三亿 或者两亿左右吧 没有打疫苗 没有打疫苗 这个大概全球 我们绝对自信的 我们影响到两亿到三亿 包括中国 那人类要真要他说 剩五亿人的话 那我们就占百分之七十八十 甚至更多 但是这个碑 他来无影 不知道谁 一个叫欧洲的 打了个电话 在美国的 就能搞什么一个碑 你相信吗 猪才相信 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让他一直立在那儿 成为一个参观的景点 告诉你全世界 我要杀人 我要杀人 这比种族大叔还可怕 他就立在那儿 就在疫苗 全人类吃完的时候 突然他消失了 而且消失的那天 你看看 他世界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 很难说 我认为 立杯人和 炸掉这杯 我认为是同一拨人 他们认为 他们的使命 已经结束了 完成了 但愿不是吧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任务 目的已经都达到了 所以说 应该移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